她不想让我去 说话负责任 你什么时候 又多了个男闺蜜呢 那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有的呀 而且我跟她之间 根本就没有什么 用得着你去怀疑猜测我吗 你跟她之间没什么 整天抱着手机 从早上聊到晚上 我跟她聊工作不行 不是 她非得是聊点别的才行 不是 你一大学生 你什么工作呀 孩子你告诉我 就是在外面兼职嘛 就是兼职的活动 我是给她发的 而且我跟她认识吧 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过生日嘛 然后我跟我朋友 因为她当时也不在 我朋友就陪我过生日去了 然后当天那个男生 是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 我朋友就见她就是挺高的 然后挺帅的 然后就想跟她接触一下 然后就让我去帮忙要微信 不是 你朋友想接触 为什么是你要微信 她不不好意思吗 然后我就豁出去 我长这么大 我也没干过这事 我就去要了 要了没想到 她俩就聊了两天 就不欢而散了 也就没什么可聊的 但是我俩就聊得挺投缘的感觉 挺有缘的 我的天哪 就是她是你男闺蜜了是吧 对 生活真实 她那段时间也是想辞掉那工作 因为那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嘛 是是是 然后她看我朋友圈发的一些兼职 就问我打听 然后我就告给她的一些 给她发活动啊什么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两个也一起出嘛 就是这种关系啊 纯洁的友情 对啊 我觉得不是纯洁的友情 可是她就是不相近我嘛 就不听我说 你说我俩平时也不是经常见面 虽然在一个城市 但是不在一个学校 为啥不经常见面 因为她周一到周五有课嘛 然后好容易有个周六周日 我给她去看个电影 然后电影院那么一百来号人 全是黑的 然后就她一个人手机一直响 还老闪 又拿着手机跟人家聊天 你说你从我的立场上想过吗 我真的就只是跟她聊工作的事 见过她男闺蜜吗 见过 帅吗 就那样吧 她就老是这样 确实是男闺蜜对吧 就是男性的好朋友 来来来 有请男性好朋友 来来来 来有请 主持人好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好好好 这是你好哥们 好朋友吧 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你谈恋爱了吗 我没有谈恋爱 但是我现在在追一个女孩子 有喜欢的人 追一个女孩 那女孩是单身的还是有男朋友 单身啊 当然单身 追得怎么样 快追到手了吧 差不多 那你女朋友要知道 你有这么一个好的女性朋友 她会不会介意啊 到时候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话 我会把这件事挑明的 你就会介绍我好朋友给她 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挺好的 希望她不要吃醋吧 要万一那个女朋友吃醋了呢 就跟这个小子一样 那吃醋了呢 怎么办呢 万一的话那我就宠她 爱她 让她不吃醋 不是 她就是吃醋 她说了 反正你对我再好 我都不行 你就不能有这么一个好闺蜜 你怎么办 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友情的人 她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 然后如果 那个女孩子也是喜欢我 爱我 理解我的话 她觉得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 明白了 听见没有 如果你喜欢她 爱她 在意她的话 你应该不会在意这种事情 但是她俩做的这些事 怎么能让我不在意呢 好吧 再问一个问题 来 如果她没有这个男朋友 你会追她吗 我会一直陪在她身边吗 说明白点吗 如果她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 她是单身 你会追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她 你要陪伴在她身边 啥意思呀 难道就没有那种纯洁的友谊吗 你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就是 送她那么贵重的手表吗 什么手表 就是她过生日的时候 送了她一个三千多块钱的手表 这个手表是 情况是这样 因为那会儿上官介绍了我份新工作 然后这份新工作的报酬还挺多的 那天也只好她过生日 就买了份手表给她 表示一下对她的感谢 就是感谢而已 那你知道她过生日 我都给你解释过了 你根本就不听 你解释什么了呀 你就是不相信我呗 你从那到底就是不相信我 你过生日那天 你知道当时我在家等你吗 然后你还跟她出去吃饭去了 我当天不是心情不好吗 他们知道我生日 然后就拉我一起出去玩了 我也不知道你在家等我呀 那她送你块手表 你就高兴了呀 我当时已经很累了 我回到家 然后我就直接去休息了 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了 那我问你啊 你作为她的男朋友 你真的尽心尽责了没有 我们俩这件事用着你来管吗 那个好 先平静啊 这个 回去吧 别裹乱了 好吗 谢谢啊 回去回去 我觉得 就我们之间这些矛盾什么的都没有解决 然后吵架这一段时间 我也在不断想 我们之间到底是相处方式出现问题 还是哪里出现问题 然后一直得不到解决 我神秘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那天感冒发烧到四十多度 我一个人从寝室 去我们学校的那个小镇所 我给他打电话 你当也不解 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拿了掉瓶 去厕所也是我一个人拿的 那时候你在哪儿 你的工作有那么重要吗 是